花莲市长威嘉贤日前前往祝强国校 关心110年客家文化人才研习班 纯真儿童在祝强的练习状况 对于小朋友的表现 为市长给予高度的赞赏 祝强国小校长孙岳梅也自证感谢壮 感谢公所长期以来对古增课程的支持 让孩子能够学习到喜欢的乐器 为落实课委会扶持艺文团队成长 展现优质的客家文化形象 花莲市祝强国小配合市公所客家文化人才培训政策 办理纯真童年在祝强艺能人才培训课程 透过客家乐曲结合真乐演奏 呈现古真玄音客家歌谣曲调的另一种风貌 市长威嘉贤也特别前往祝强国小 为真乐团的成员加油打气 纯真童年在祝强的一个活动里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真乐的一个古乐器的一个培训人才的部分 很多的孩子从开始的时候对于乐器的不熟悉 到现在可以美妙地弹出一首一首的好的乐曲 那又弹出客家的一个风味 那今天也要特别谢谢老老师 我们客家的一个老师 特别来教导我们所有的孩子们 在乐器上面的一个弹奏 那也可以让孩子们站上大舞台里面去做表演 再次要谢谢我们祝强国小的老师们 还有校长的大力支持 那未来花音师公所会持续地来针对 每一个属于客家环节的部分来继续加强 这样更多的孩子对于客家产生浓厚的兴趣 再次要感谢客委会 也谢谢我们公所的客行所的每一个同仁 非常辛苦的努力付出 祝强国小校长孙岳梅 感谢施工所常年来对学校益助经费 让孩子有不一样的学习经验 也有舞台可以发挥 我们正月团的孩子都每年都会参加检订 那么都得到很好的成绩 也都会去参加全国赛 那么我在这边要特别的感谢 因为其实我们跟孩子所收的经费 非常的微薄 那么如果不是因为市长大力的支持 我们的孩子他们再有能力 也没有办法有这么好的舞台可以发挥 所以在这边也要特别的谢谢 魏嘉贤市长所带领的团队 对于我们祝强国小的师生 有这样子的努力的挹注 非常的感谢 纯真童年在祝强正月队的培训课程 从3月31号到5月19号 20名同学利用课语时间 每个星期三星期六各两个小时 在学校练习 也透过东华大学教授饶天词指导 每一位同学都很认真 而祝强国小5月7号也要举办 动态社团的成果展演 欢迎家长和社区民众可以前来欣赏 给孩子们最大的掌声与鼓励 绝对会幻市报道